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要邀請 超偶的同學們 來懷念艾成 其實艾成第一次上超偶的時候 PK的就輸我 我輸了 然後你知道他就對我說 嘿 娟姐 怎麼樣 我把你批掉了 就叫你努力一點唄 然後他就用了他的幽默跟風趣 化解了尷尬 然後他就是這樣這樣的幽默風趣 然後我們久久的一次聚會 他每次看到我就會說 娟姐你最近過得好嗎 怎麼樣 你的早餐聲音還好嗎 就是他會很主動的 第一優先的關心我 然後聚餐結束了 他也會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然後給我很深的祝福 但他也不忘說 有空來一下教會嗎 就是他每次最後 就是結束的時候都會帶給一個 帶給我一個覺得 我回去會 會永遠記得他的笑容 還有他很誇張的笑聲 那我想要祝福他 我祝福你 可以在天父阿爸的身邊 放下你的重擔 盡情的喜樂 大聲的高歌 祝福我們的艾成哥 還記得在比賽的時候 他真的不是 原本不是唱跳 但是因為他發現唱跳好像比較容易生存 所以呢 他也會時不時鼓勵我們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要唱一些評審指定曲 那有時候我們也要唱跳 就很抓 那他就 因為他先開始唱跳 所以他有點經驗 然後他就會很熱心 就是 雖然我們真的常常看到他在準備比賽的時候 他都一個人躲在角落在那邊 弄他的 然後很認真 我們都不會去吵他 但是他自己準備好了 他就會跑來看我們大家說 大家還好嗎 OK嗎 你今天狀態OK嗎 那我就說 可以可以 他說打起精神 醒來 醒來 我說好 對 然後就是這十幾年來 其實我們常常會在節目上遇到 或者是私底下也會聚會 那我覺得艾成他真的是一個 把歡笑帶給大家 然後真的很關心身邊的每一個人 那他也會常常跟我說 妹啊 不要壓力那麼大 像哥這個風風雨雨都經歷過 沒得怕 他就說 你 你也OK 好不好 抗壓性高一點 我說是 是 對 他就是一個 真的很鼓勵後輩滴妹的 一個很好的哥哥 所以 一直會把他的笑容放在心上 然後也非常謝謝他 帶給我們這麼多的歡樂跟鼓勵 我覺得艾成真的是一個 一直能幫我弄到哭得很醜的人 他讓我在總冠軍賽的時候 哭得醜到 那個張照片 現在這個 在Google上面點閱率 居高不下十幾年 艾成就是有這個魅力 艾成就是有這個魅力 我昨天有想好說今天要講什麼 然後看到大家分享 然後又 我想我昨天晚上在聽歌的時候 一直跟自己說 我今天就 絕對 睫毛不能掉下來 因為那個 阿金說你去買那個強力膠 我說 上一次讓我哭 醜得要死 十幾年那個照片還在上面 然後但是今天呢 艾成又成功讓我 就是淚言婆說 我想說你發我來 突然發我唱這個通告 也沒有說通告費要怎麼領 這筆帳我先記住 就是在 未來我們再見面的時候 就是 我們還欠一次這個聚會 還有那個通告費我找你領 希望你現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完全沒有煩惱 然後 你留下了所有的 給我們很好的回憶 然後我真的很榮幸 跟妳是同一屆 在妳的身上 我看到了永遠不服輸的精神 就是 我那時候哭我並沒有怪妳喔 可是其實我們實際下 真的我們這一集 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 尤其就是從 馬來西亞來台灣打拼 然後 真的 那個 爸爸媽媽 對 就是 那個 艾成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孩子 在 因緣機會在超級偶像 他這第二節毛第一節然後遇到 然後結果我說 請問妳是創作那個想妳的天空的艾成嗎 對 然後她就說天啊 竟然還有妳知道我這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我認識這個艾成哥很有榮幸 就是永遠的超級偶像 我覺得雖然艾成哥 其實真的離開我人們嗎 沒有 我覺得艾成哥 永遠都存在我們的心中 永遠在我們的心中的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永遠的超級偶像 Makiko だ 寫了一些話要給他 我覺得 如果我沒有稿子的話 我應該講不出半句話來 所以請容我就看一下小超 親愛的晨晨 我超越血緣的哥哥 我從來沒有想過 14年前 在超級偶像中相遇的緣分 原來是上帝的安排 前面的11年 原來是一個伏筆 一直到2019年的3月 當時我正經歷到人生的低谷 我和你和彤彤 在華視錄影的時候碰到面 你看著我 堅定地對我說了一句 阿金你要繼續唱歌 這句話讓我愣在原地無法動彈 我以為 當時的我以為在這個世上 不會再有人對我說這樣的話 更不會有人期待我的歌聲 那天晚上彤彤暖心地陪伴我 我想是因為他看見了我內心深處的無助 那幾天 我的陳哥 因為你跟彤彤的關心 我們約出來在熱炒店吃飯 那天你放了一個短片 就是六年前你曾經經歷的那段黑暗 黑暗的時期 看著看著我忍不住大哭起來 我哭不是因為覺得害怕 而是我看見你身旁有一群 不看你為怪的人 願意陪伴在你的身邊 當時的我也才經歷這種 好像是自我放逐啊流浪 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看到你身旁這麼多的人 願意對你有這樣的舍命的愛 我覺得我自己也好像要擁有這些家人 我渴望這個世上 有人不看我為怪 永遠愛我 接納我 然而 陳辰跟彤彤 就是在那個關鍵時刻陪伴到我 至今我無法忘記 2019年的3月5號 是我跟你們相遇的日子 也是我生命翻轉的日子 我想謝謝你們 在我最需要的時候 神出雙手擁抱了我 陳辰 我記得她在沒幾天前 陳辰你跟我道歉 你說 你上節目開我的玩笑 說我敗部復活這件事情 如果有讓我不開心的話 你要跟我道歉 我還笑著回你說 拜託我跟你是誰啊 金城兄妹耶 你當下就回我說 果然是我永遠的妹妹 親愛的陳哥 金城兄妹少了一個陳 到現在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 我們剛錄製完的新歌 但是我知道 如果你在我的眼前 你一定會堅定的跟我說 阿晴 你一定要繼續唱歌 謝謝你從不白費你的人生 在你活著的每一天 用歌聲帶給這個世界 無限的盼望 你告訴我 耶穌就是唯一 愛就是永恆 當一個人 當一個人他躺在病床上 無依無靠的時候 那個人所想念的 不是名車跟豪宅 想的都是他所愛的人 和愛他的人 雖然我很不捨 我卻篤定的知道 你已經在那一份永恆的愛當中 謝謝你 我永遠的哥哥愛成 我們要來唱這首歌 這首歌是晨晨的創作 這首歌 全部都是你 這個你 就是我們的阿爸天父 全部都是你 請幫我放 阿爸天父 你 這麼多口 你 你 你 我 給我 你 在我 你 在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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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